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段菜馬心碎片 去講今晚的八場來地野菜 因為就感冒了 所以聲音不行 我今早休息一會才再拍片 我想跟大家說一說八場的大活隔夜飛數 然後再跟大家說這次賽事我兩隻的心碎 就有很多碼要說 所以我就不花太多時間去講開場把握 記得有一天要提大家 因為我覺得今晚的賽事八場裡面 熱門就不算太穩陣 冷門又不是太好分 所以我覺得今晚的賽事其實是不值得的 很多場合也不太值得玩 所以我就覺得不要玩那麼多 這件事是第一件事 因為來星期六有11場 你不用怕 帶一把馬給你去買 第二件事就是 記得選擇有信心的場詞 大小駐也很重要 帶著扔下去有信心的場詞 其他場詞玩一點就算了 一定要控制住馬的 另外今晚我不會開Live 因為聲音不行 你讓我休息一下 我今晚不開Live 不好意思 先跟大家說 事不宜遲 先說一下飛數 第二場跑1班650 這場是2號超雲力 3號加州得順 和6號星雲指著都有飛 另外熱門是5號銀池 飛數較硬 2356 這場賽事較多飛數的馬匹 第三場賽事4班1800 這場沒有一馬有飛數 不過有一匹馬我會跟大家說一下 是我的心碎 第四場 跑5班650 這場賽事飛數 最多的位置集中於2號的榮冠大道 9號的幸運勝區 和13號的緣份 這三匹馬 熱門來說是較為多 如果好分些的馬 就是10號的波哥哥 這隻冷門有點飛落 接著再看看第五場賽事跑四班的1650 這一場就是1號的新夢帝國和2號的聖二龍 的飛數都是相當相當之硬正的 外面這兩匹馬是今場賽事 你說早輝來說較為硬正的兩匹馬 除此之外8號的龍寶寶這一匹馬 亦都有一些獨贏的飛數在昨晚落在這隻馬上 看看這隻馬增程跑會不會有進步的表現 再看下去就是第六場賽事跑四班的泥地仙義米 這場賽事的飛數就集中在2號的載大大 3號的大眾勝利這兩匹馬 都是一些泥地很有驗證的馬 另外還有一匹馬就是5號的火轉 不過如果你說論飛數來說 2號和3號的飛數是多於5號的 再看就是第七場賽事跑三班的1650 這場賽事是熱門較為多組飛 就是1號的閒線補區最多 然後再數就是3號的超速和6號的圓圓動力 最後看第八場賽事跑三班的泥地仙義米 這場賽事的飛數也挺混亂的 因為10倍以下的馬也有6匹 飛數也混亂的 如果你說外面較為多組飛的馬 就是9號的張登傑彩最多 然後就是7號的上進之星 再數下去就是3號的激賞和8號的越跑 3、7、8、9這場賽事是較為多飛的 報告完飛數就說今次的深水 今次又選了兩場賽事 首先我想說第三場賽事4班的泥地仙白 這一場是搏一隻冷門的 要了一隻3號的兄弟友營 因為這隻馬我自己會覺得 它是一隻跑臨地會蠻好的馬 自己本身這匹馬就是跑黏地贏的 這次跑泥地的泥地應該會適合他 始終都是一匹曾經傷患的馬 這隻馬其實在陣上跑 近這兩場就跑到第四 老實實說這第四是毫無威脅的 這次我憧憬的就是跑泥地 這隻馬泥地應該會比草地好 因為如果你看看這隻馬在外地跑黏地 如果再看血統方面 它沒有在那邊的同母半兄長有一匹馬 叫做如你所願 那隻馬就是泥地很好的馬 再配合這一匹馬 其實同副馬雖然說泥地性能 不算太好的那一堆馬 叫做有想心聲的跑過位置 只是再結合這一匹馬 如果你說外地的賽事來看 相信它跑泥地會蠻好的 這隻馬其實在谷草跑2,200 和沙田跑2,000 我都略嫌這一匹馬太長 雖然你說泥地 雖然你說這匹馬 副馬就是跑2,200 有幾匹馬都可以 譬如說上心聲和敬進飛鷹 但是我會認為這匹馬沒有那麼長 因為它的模式是像它沒有在那邊 而它沒有在那邊 是跑一里樓下會比較好的 如果再結合它老爸那邊 這隻馬應該不用跑到2,000 可能1,800也應該夠 再結合本身這匹馬 跑泥地的話 它在重化道試襲 泥地的衝是好過草地很多的 這匹馬 譬如說在11月4日和9月16日 那兩貨的泥地試跑 這兩匹馬的試襲 是絕對好過10月4日那貨草襲 還有在早前那些草襲 這隻馬跑泥地的衝 它兩次都會追幾步 追得挺好的 而那兩組的衝其實時間都是偏快的 講一個整體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那兩組的衝 其實你說看重化集的話 看時間也是很重要 那兩組的衝如果是同日來說 較快的一組的話 我相信水準不會太低 所以我覺得這一匹馬 既然在泥地的試襲 它是會追兩步的話 那些試襲是好過草地的 那些試襲 那所以這一局 轉過來泥地跑 跑1,800 比亞周進諾上去跑 蘇布羅和周進諾 亦都有一些合作的金貴 月球都贏了馬 而不是呢 今次又不是 比亞潘明輝跑 因為潘明輝是跑開這一匹馬的 今場沒有助騎 他又特地找周進諾 減多幾磅力的話 今場賽事我覺得 冷門的話 你可以試一試 始終是一匹沒什麼用過的馬 他現在 神操模式慢慢越來越深 有些機會 跑到冷腳回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隻兄弟有型 好 接著說完第三場 我想看第四場 五班六五零 這場賽事 我自己又喜歡這隻 4號的標記飛 因為我真的就這樣看下去 其實那隻標記飛 他以前健康很麻煩 你看看他上季 跑了三局 今季很明顯的一件事 進步就是 健康已經是回穩了 穩定了 這個表現 你看看他今季可以正常跑 上季 一季跑了三局 今季到現在都跑了第四局 而且神操是沒有缺貨的 我覺得 有時候這些有什麼傷患馬 他曾經花了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去調整身體 還有曾經花了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去休息 然後去慢慢去 再重新做 難得今季的健康是穩定了 真的好像那些肩有料 以前是不能跑的 不能夠密跑的 今季可以用正常的頻率去出賽 和去神操的話 這些碼怎麼會去保留 因為已經來到六歲了 之前沒什麼用過 跑了十幾場 來到現在 終於健康回穩 站在練馬司馬珠的角度 一定會跟你練到盡 這碼不會再去等 這件事我覺得鬥志 就不用考慮了 健康穩定 令這碼的表現 也能持續地交到出來 再加上 這碼不會留下來用的話 我只會覺得 這碼的錶企飛 第一件事就是鬥志 第二件事 這碼其實是一碼 很黏的馬 他真的有一個 重邊的騎士跑 因為我看回他 在前一局潘頓跑 他是連續打了二十幾邊 十幾邊都有 由轉彎到六百米 開始打 然後法力不斷推進 其實 在那個階段開始 看到這碼馬已經 不斷地打邊上來 要騎 打邊就動一下 是很難騎 很黏的馬 這碼馬 這碼比梁家俊跑 我覺得馬和人 合不合當 我覺得是合當的 因為梁家俊是一個重邊的騎士 而且他是一個很落力騎的騎士 這樣騎這匹錶騎飛的話 我只會覺得 會瘦邊的 會騎得肉 這匹馬 會散得起他的後勁 而事實上 你看到上一局 潘頓跑 這隻馬不是武衝的 我最初在看那條影片 我都以為這隻馬 好像不是很厲害 你看到 十檔那隻 就是錶騎飛 認罪 粉紅帽 淺紫色眼罩 我以為這隻馬 不是很厲害 轉彎 潘頓也開始要推 我後來看 不是 後來好像慢慢追上來 但好像沒有上一局追得那麼厲害 為什麼呢 我看到潘頓這隻馬 其實不算打得很大力 入刀直路 其實開邊打 都是一些反手邊 撩下撩下 跟之前是不同的 然後馬走馬塌 又好像不夠位 轉一下位 然後你看到 馬邊下去 他慢慢追上來 但潘頓是論打車輪 不差 パッド 後來就同步 就算是先回到終點 不是沒有追 只是追少少 回到第7位 你說是沒斷是慢 也不是 我會要全場沒斷 第三塊 所以我覺得 這一匹馬 是一隻好手邊的馬 一定要用大力摺 上一次就沒有這樣做 而且上一次也都沒滿 人不利追的形勢 今次比梁家俊跑 今季健康没服正常 再加上今次赛事 他排完9档 走眼3位 我最喜欢这些档位 可以转弯 开始要发力 这些马是要敢跑的 所以这场赛事有90多元 给你去博 我自己会拖住他 这马是有权再跑得好 好 再加上今次赛前 神操我都会说 拍那只经典之光 然后再拍赤火梟龙 我很少看到这只马拍那么多 比较少 今次是做多赛事来跑的 看能不能趁着现在的健康稳定 尽快加多长头马 我始终觉得他不是那么快分尽的马 应该还有得上 因为之前是因为伤患 和马是有些健康的问题 内在的问题还没办 所以就减了很多分 现在慢慢追上去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继续一场 所以今次赛事 我推介第三场 兄弟有型 和第四场标棋飞 看看这匹马 可不可以帮大家 表达到美会 好这段影片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好运 我们在今晚的财马结果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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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